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收到一块这样的版 有可能是电加热锅 也可能是电掏炉 它有四个出没按键 这段是它的输入 是通过可控硅来控制温度的 这是它的保险 这是一个压敏电阻 保险是应该在运输的过程中砸碎了 这是一个电阻 保险电阻 这是阻容降压的电容 后边还有给它卸放的电阻 这个是滤波电容 这是风鸣器 这个位置是插的一个温度热米电阻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 220伏从这进来 这是一个保险 然后这端通过这 通过我们这个保险电阻进来 又通过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阻容降压的电容 然后通过这个二级管 这端是负电压 这个二级管 这端是正电压 通过一个22欧的电阻进来 然后这有一个2K的电阻 分压 同时这有一个2瓦的5伏 吻压管进行吻压 我们看这个位置两个引脚 这个位置两个引脚 都是电容 是进行滤波的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5伏 给我们这个主控芯片供电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B515YD534G3 它是一个5伏供电 带触摸的芯片 我们看只需单个引脚 接出来就可以接触摸按键了 我们的手碰上去以后 就有处罚相应的功能 另外呢 这里边它还能够驱动数码管 进行显示 而且通过一个引脚 来驱动我们的可控硅 当这个引脚输出低电位的时候 可控硅被处罚导通 这是一个双向可控硅 它的供电5伏 刚才我们看了是通过这供的 电路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们测试一下 下面我们插电 插电的时候 现在是一些横杠 我们看它的功率 这个是5000瓦 这是6000瓦 这边的数码管坏了 现在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的热米电阻开路 我现在把它的线断开了一根 我们看 它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始终在转圈 按任何按键没有反应 所以说如果这种锅出现故障 出现热米电阻开路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下面我们把热米电阻给它上上 好热米电阻上上了以后 它显示是这样 然后我们按按键 就可以调功率了 然后我们按这个启动按键 这时就可以加热了 可控硅 受MCO处罚 导通 另外呢 这个位置还显示温度 这还有定时功能 这是调节功率的功能 这是停止 然后定时 如果这种电器损坏也非常好修 首先我们看一下保险是否烧断 如果保险烧断了 我们要检查短路远价 如果保险没有烧断 我们就检查5V是否正常 刚才我们看了 是经保险电阻阻容降压 然后经二级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 然后稳压管稳压得到的5V 如果没有5V 那么很显然是这一部分电路的问题 如果有5V 我们要看这个热敏电阻 是否接触良好 如果开路了 就会出现刚才这样绕圈的现象 如果触摸不灵 一般是主控芯片坏了 这个主控芯片如果损坏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修了 如果触摸个别的不灵 有可能是这个线路开路了 所以我们焊上就可以了 另外刚才数码管 有笔画显示不全 有可能就是数码管坏了 或者是如果是每一个数码管显示都不全 那么就是我们的芯片的问题 如果有单个的这个笔画显示不全 那么很显然是数码管坏了 当我们的锅显示是加热状态 也就是按下按键以后显示是加热 但是锅不加热 有可能是可控归坏了 首先我们把可控归卸下来以后 量它的控制级和T1端是否有压差 如果有压差就证明是可控归问题 我们只需要换新就可以了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